云小姐一个人来的吧 一会儿跳舞 云小姐有舞伴了吗 我的保镖也是一个人来的 只是保镖 对 苏小姐的保镖 到底是小三 情夫 还是小白脸 云小姐还 真是有趣啊 不会是弟弟进了监狱了 这件事他怎么知道 你着急 胡言乱语吧 这件事还没被曝光 要是在这儿被大家知道了 你们云家那惨不忍睹的骨架 恐怕就会绿到地老天荒了 洛林 好久没有和人聊得这么开心了 我们还真是一见如故 走吧 大家好 我是苏可言 九仙拳旗下公司成功上市 我作为九仙拳的最新代言人 今天我和云家大小姐商量好 一起给大家献舞一曲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 子哥 不过说来也奇怪 这件事我们家严格封锁了消息 连杜司堂都不知道 但是昨天 昨天怎么了 昨天苏可言说起了这件事 不会是弟弟进了监狱了 一着急胡言乱语吧 会不会是 洛丽 有个人来了 大 你怎么来了 昨天晚上是我的疏忽 今日特意登门道歉 堂堂度假 居然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 那还办什么庆功务 宇大律师太高看我们度假了 度假旗下不过有那么三五家上市公司 不足挂赏 不像宇大律师打的都是些惊天大官司 只是至今好像未尝盛气 四大 你不是有事要和我说吗 我们去书房 你们先聊 走 我问你一个法律问题啊 如果一个女子 分别和两个男子有所勾结的话 会怎样 进出楼 洛丽 你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法律问题 这是道德问题 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一生一世 一双人才对 那如果一生一世结束了 是不是就应该换人了 可人生不就只有一次吗 你怎么接着呢 你怎么接着呢 我进来的 钥匙给我 可是伯母让我来照顾你了 我给你熬了鸡汤 我从不喝鸡汤 你喝完我立马就走 这个用力就够了 多放进去 今天让你 我一大早就起来熬鸡汤 有点累 能不能在你这儿休息一会儿 我这里从不留外人注意 又只差一点点 苏可颜 加油 嗯 嗯 没想到我们家洛梨还有这一手啊 略懂略懂 嗯 你做的那个酒 只能喝一杯啊 只能喝一杯啊 好 一杯就一杯 倒满 倒满 再满 再满就溢出来了 好好好 嗯 这酒 很像酒仙船 但 比酒仙船 更像 嗯